想找個地方有得游泳? 又要有無敵海景? 還要有海盜做鄰居? 更有得吃又有得飲? 跟著我來啦! 上集已經和大家去過英國東南面的 Margate 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呢? 這次不如有那麼遠去那麼遠 去到英國西南面德文郡Devon的普利茅斯 Premeth看看吧 講到Premeth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Sexton年代 由於他是個天然的深水港 位置又有戰略價值 所以自古以來都有很濃厚的航海歷史 這個城市的代表人物 就一定是活躍於16世紀末的航海家 兼探險家Sr.Francis Drake 沒錯,就是他的祖先 時至今日,他出名的地標之一就是沿海山丘上的Hoy Park 這裏也是本地人野餐聯誼的好地方 再沿著行人路上多幾步 大家就來到這個在1759年起好的Smitons Tower 他除了有歷史價值之外 在1967年這四條死飛仔還在這裏拍過照 從此很多遊客就無名而來 這裏有一望無際的海景 對岸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康和郡康和的郊區 再沿著旁邊小路離開 就會看到這個在1935年起好 以Art Deco建築風格起的Tinside Lidl 拍攝當日還未對外開放 但每年暑假都會吸引不少遊客 如果嫌水池游水不夠開心 你可以在這裏游海水 值得一提 這裏曾經是世界帆船巡迴賽的其中一站 所以不難想像為何這裏有幾個遊艇碼頭 1620年的秋季 有102個打算脫離英國聖功會的朝聖者 就是在Primeth登上Mayflower號 經過了7個星期的風浪成功橫越大西洋移居北美洲 後人為了紀念這件事件 就起了這個Mayflower Steps 不過你又知不知道 其實他當年登船的正確位置 大約就是今天這間酒吧 講開酒吧 遊艇會旁邊就是酒吧區 假日除了有市集之外 每年的5月中其中一個weekend更加是海盜日 話說16世紀末 英國和西班牙進行海戰期間 英國政府更一度出錢請部分海盜做僱傭兵 如果你都想應下節和入鄉隨續一下 你可以在這個一年一度的海盜市集買東西 當然不少得有正牌海盜的產品 如果上一毫子都不用 這裡有不少適合一家大小的活動 講到海盜 沒有海盜船看看有什麼樣子 雖然每位收成12磅 但也有很多人願意貼錢上賊船 這個城市有這麼濃厚的海運背景 世界各地的貨物都曾經在這裡進出 這件事就間接催生了本地的古董店發展 不過我就喜歡看古董玩具和車仔模型 如果你覺得古董玩具不夠無謂 碼頭附近另一間古董店的貨物 就保證你說無謂又阻礙地方 這隻本地球會的肥紅吉祥物 你有沒有地方放呢? 嫌大件過頭 這部古董軍用通訊機對不對? 這裡還有少量多件 報稱是日本明治時代或清末文初的餐具 比較實用的 還有這部1900年出廠的衣車 Premief的另一英國之序 就是這個全國最大的National Marine Aquarium 裡面一共有超過5000多條魚和海洋生物 這裡的主角之一就是各類的魔鬼魚 什麼?小條過頭? 這條夠大了嗎? 這裡單是魔鬼魚已經有幾個品種 除此之外 各類大西洋的海魚和海龜 都是這裡的住客 靜心看著海龜慢慢游泳也挺自癒的 WEEE 水族館又怎麼可以沒有鯊魚呢? 這個水族館的水缸就是大在於分成幾層的設計 每一層都有不同種類的生態 月底層的魚看來就越大條 這條是不是叫做龍躉呢? 以前香港的酒樓經常見 外面 除了大水缸 每一層的旁邊都有很多小水缸 不難在這裡看到大家熟口熟面的魚 看到累見肚餓 可以在水族館的cafe看著大海經吃東西 想吃些香口的東西的話 碼頭附近的這間炸魚薯條店真的值得一試 他們曾經還獲獎 這裡唐食或外賣都可以 他的炸魚的確是皮脆肉彈口 配上他的秘製咖哩醬味道的確很特別 想再吃好一點? 我絕對推介水族館對開的這間海鮮店 他的魚相當新鮮 原因是餐廳在這個位置 他的後面就是魚類批發市場 水族館在這個位置 這個布局這麼一條龍? 除了海鮮,這裡最出名的就是煎酒廠 成立於1793年的這間酒廠 一直在這個位置沒有搬走過 直至今時今日的煎酒都是全國文明 公眾是可以進來酒廠買酒和紀念品的 有些酒更是酒廠限定 這裡更是一個小型的迷你博物館 不過只看不夠 我會建議大家參加他的一小時Behind the scene tour 了解一下煎酒製作的秘密 秘密到這裡其實不允許拍攝 我只是偷偷才拍到這七宗主要材料 Tour 還包括他們 由修道院改建的In-House酒吧喝一杯 想去一間有特色的Pizza餐廳? 你一定找不到第二間在15世紀建成 在一級保育建築中開的 至於在16世紀伊利沙伯女王年代建成的Merchants House 就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同類住宅之一 沒有人知道他真正在哪一年建成 但他第一位業主就是著名的海盜兼商人 William Parker 市中心商場的正前方 大家就會看到Charles Church的位置 他在1708年建成 可惜在1941年3月的一次德軍空襲中中 中彈而燒通頂 戰後市政府就決定不重建 將他改成為戰爭紀念場地 在教堂馬路的另一邊就是The Box 在Premief的博物館、畫廊兼資料館 據說這裡一共有兩百多萬件的收藏品 在大門口這一邊主要跟航海歷史有關 你看到的這些木雕 全部都是當年掛起船頭的裝飾 美術館方向入口的外表相當傳統 兩個風格截然 不同的入口放在一起都挺特別的 叫做Britain's Ocean City 又怎可以不坐下廳出 可以看看 如果你時間無多 想精華遊的話 每天有多班一小時的Boat Tour 圖中其中一個地標就是建於19世紀的Royal William Yard 曾經是皇家海軍的重要火食供應場 對面的這個遊艇會我告訴你是平民住的你都不相信 這個Stirling & Sun船奧的斜台建於1763年 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同類船台 Boat Tour 行程包括在皇家海軍基地 HMSJ 外圍遊覽一番 如果你是軍事迷的話 不難在這裡看到多艘英國軍艦 這次還看到一架維修中的S2 機敏級核動力攻擊潛艇 在Primiv對岸康和郡 近到可以搭道輪就可以 否則經陸路開車或搭火車一樣方便 讓我下次再詳細介紹 康和有什麼景點 臨走前回去City Center走個圈 暫時這裡四圍都好像是圍繞 連市中心百貨公司都好像舊舊的 其實這裡進行大翻新工程 遲些完成後應該會挺漂亮 有時間的話 儘管逛逛附近的Primiv Market 裡面的樓面設計一定令很多香港人覺得熟口熟面 這裡乾貨、食物、各種濕貨甚至海鮮都有 還有幾檔熟食都很棒 例如這間泰菜就有很多人排隊等吃 來往Primiv除了火車之外 接駁布里斯托、Bisto 和倫敦的長途巴士都是一樣受歡迎的選擇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